今天我們來談談 齒頸布貼片 那這位患者是在4445的地方 牙齒一直補的 這些複合素質都會脫落 所以我們建議患者用齒頸布貼片 那在治療前的的話 除了嚴重刷傷之外 那因為刷不乾淨而導致 蛀牙繼續形成越來越深 那在治療的時候 我們會先上了排音線 那將這些牙齒稍微排開 然後再補上齒頸布貼片 那一開始齒頸布貼片 它會比較白一點 然後牙齒有一點受傷 那等到一週後患者回診之後 我們可以見到這些牙齒的地方 慢慢恢復理想的健康 而這些貼片如果醫生選得很合適 然後也拋光得非常好 那這是一個非常穩定的治療 而且不容易有脫落 所以面對齒頸布蛀牙或是刷傷 如果我們用傳統的複合素質 無法將這些病罩給修補完成 那齒頸布貼片是一個 理想的一個選擇 謝謝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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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 感谢观看